美丽中国研究院成立了三年 这三年以来我们最大的收获是在中国大地上落地实践的非常多的行动者 同时也认识到了非常多的研究者和思想者 所以三年间我们建立起了一个美丽中国行动者网络 实践者网络 还是一个思想者网络 智库网络 因此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可能 就是美丽中国 它不只是我们平时想到的低碳减排生态和可持续发展 我们可能考虑更多的是生态文明的一个更为宏大的理解 我们知道习总书记提出生态文明这样一个理念 它不只是五个文明之中的一员 它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更加深远的更加宏大的一个视野和愿景 生态文明是任何一个生命有机体 它所具有的那种整合性多样性多元一体的那样一种动力机制 并且带着生生不息的力量 所以总书记曾经讲到农业文明 工业文明 信息文明 还有生态文明 这是在一个更大的一个立场上思考 陈述生态文明 它的意义 大地之歌《美丽中国年度记事》是从2023年我们发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 它不只是一个展览 它大于展览 作为一个展览 它展示的是无数的落地实践 但实际上这个展览 在中华世纪坛所做的这样一个展示 是一个目录 是一个所以的 它的正文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 所以中华世纪坛这个展览 它是一个枢纽 从千千万万的落地实行的实践之中 我们抽取出来的一些采样 这些案例 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它作为一个讨论的基础 一个研究的基础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期待着通过大地之歌 《美丽中国年度记事》 这样一个展览的平台 我们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 了解更多的实践 我们能够与更多的各行各业的专家 学者和艺术家 行动者们 大家共同来建设美丽中国 一个更好的中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明镜与点点栏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明镜与点点栏目